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了雷电4和2.5G双网口的迷离小主机 Milis Forum TH50 TH50是Milis Forum特别推出的终端迷离小主机 这个型号装置了四核八线程的i5-11320H标压移动CPU 板载16G LPDDR4内存3200MHz 500G的PCIe 3.0 NVMe SSD 三屏4K60Hz加8K60Hz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这就是主机 150x150x55只有1.2升的迷离体积 主机和所有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缆,电源线,电源适配器,说明书,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最后这个是安装了2块2.5寸SATA SSD的配件 最重要的就是这块电源,19V 3.42A,一共65W功率 最近看到过很多大功率电源适配器,我都觉得这个65W只算一个10宗的电源适配器了 拆开小主机的塑料膜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不大不小,有一点分量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独立麦克风接口 独立耳机接口 双USB 3.1晶2接口 Type-C 不,这是雷电式接口 在这类小主机上非常少见 后面板 双USB 2.0接口 双USB 3.1晶2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DP和HDMI接口 49V USB-C形式的电源接口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卸下四口螺丝 轻轻撬一下 打开了 这里可以放两个2.5寸SATA的SSD 另外还预装有一个PCIe 3.0 NVMe SSD 这台机器板在了16G LPDDR4内存 不能扩展 这两个呢 就是SATA接口 可以连接2.5寸SATA SSD 我们拿出配件 这就是2.5寸SATA SSD的连接线 及配件 好了 我们把它复原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 MinuteForum TH50小主机 今天我们先来玩游戏 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1080P低画质 一般场景50帧出头 复杂场景只有4546帧 可以啊 英雄联盟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100层左右 随便玩 原神1080P低画质 跑起来大概50帧出头 不错的 满血的96EU 英特尔Iris X1核显 到今天都算是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最强的核显了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感觉在英特尔真云里面 算不错的吧 当然我们也跑了 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1634 Geek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18621 Volkan得分17619 在与其他超高性能CPU的核显对比中 11320H这颗中端i5CPU的核显 竟然没有POD 和我们i9 12900H的成绩 不能说完全相同 只能说一一模一样 File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里 4916分 接着我们看看Iris Xe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CPU平均占用3% GPU平均占用67% GPU平均占用3% 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7% GPU平均占用65% i5 11320HCPU的性能到底如何 我们想要测试CPU的生产力表现 继续使用ArkTime添加字幕 并转码输出MP4的视频文件 这是我们制作的畅网5825U的原始不带字幕的视频 我们用TH50的i5 11320HCPU来转码 这里是100%使用CPU转码 最后结果是28分59秒 共计1739秒 对比一下 其他顶级的AMD和Intel CPU基本在800秒左右 上周测试的1235U这颗TDP45W的i5也只花了1274秒 而11320H在生产力的性能上比12段中端低功耗移动QRey要差一些 接着我们会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2927.6单线558 GIGBENCH5多核5565单核1440 CNBENCH223多核5965单核1432 PASMARK多线程13420单线3155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963516 CPU得分493566 好像娱乐大师是很认可这台MIDIS FORUM TH50的 但是其他CPU跑分测试中 这台11代i5的成绩就真的不如其他终端小主机了 我都不用放比较就知道它比1235U 5600H 5560U落后了 可能唯一可比的是这台同样11320H的CPU的小主机 MIDIS FORUM TH50在CPU的性能释放上要强于这台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惯性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 MARK TIMESPY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99.4%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IDA64 先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55W 温度也冲上了80多度 整机功耗78W左右 单纸维持了30秒 就下滑到CPU功率35W 整机功耗只有接近51W CPU频率由一开始的3.8GHz掉到并稳定在3.2GHz CPU温度稳定在70摄氏度 35W也是超过了28W的TDP不少吧 能维持也算非常不错的 PCIe 3.0 NVMe硬盘测试 AS SSD Benchmark 读2149兆币每秒 写1764兆币每秒 总分3528 Crystal Disk Mark 读2470兆币每秒 写1945兆币每秒 这种成绩在PCIe 3.0 NVMe SSD的成绩 就是入门的那种 但是我们这台小主机最牛逼的地方之一 就是有一个雷电4接口 我们没有8K的输出设备 不能测试雷电4接口输出8K60Hz显示信号 但我买了一个ARC-C4的 USB4的硬盘盒 测试一下 AS SSD Benchmark 读2703兆币每秒 写1978兆币每秒 Crystal Disk Mark 读3124兆币每秒 写2471兆币每秒 看起来还行 比类质的NVMe SSD稍微强点 其实这台小主机 其他USB3的接口都是晶二的 意味着都可以跑10Gbps带宽 接口速度还是算不错的 另外 双2.5G网口 我们肯定要测试一下 板载2.5G的瑞网速度的 我们在小主机上 运行了iPerf3的服务端 在另一台测试机上 跑iPerf3的客户端 无论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都能跑到2.36G 2.5G网口上下型测试 都没有兼容性问题 跑满了带宽 Milis Forum TH50 装置了11代Core i5 标压移动CPU11320H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带机功耗 8.2到8.7瓦 CPU-Z最高功耗56.2瓦 Geekbench 5最高功耗69.61瓦 CPU-Z最高功耗78.81瓦 PassMark最高功耗72.68瓦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77.96瓦 有没有觉得厂家的电源适配器 已经达到了极限了 是不是该配一个90瓦的电源 时温24摄氏度 待机温度31摄氏度 SSD待机温度36摄氏度 这个待机温度真低 Midus For Them的散热真的没说的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11320H运行OpenWL测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AES 799,991 XX20 XXX70 ColeMark 189,466 在ColeMark成績上 要低于5560U 5600H 但是要超过同是 11代i5的1135机器 Midus For Them TH50 它装置了Intel i5 11320H 我测试的第二台的 11320H的小主机 TH50是一款中端米粒小主机 它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 双2.5G板载网口在同等类型商业小主机上都配置的不多 三线式接口最大能支持8K60Hz显示输出 虽然展演没有显示设备能够承接 强大散热系统支撑下的安静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更难能可谓的是 它还配置了旗舰级别小主机应该配备的雷电4接口 在它这个定位中端的小主机上 它竟然配备了雷电4 而且它所有3.0接口都是晶2的 都达到了10Gbps 那么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英特尔的CPU不再挤牙膏了 12代CPU性能有了大跃进 就把11320H的CPU性能比下去了 满血的11320H标压 不是满血的1235U低压的对手 当然它标压的待机功耗 却比低压的12代还要低 我不得不吐槽12代的功耗也大跃进了 还有它的核显是满血的96EU 打游戏可比80EU的要好 它不但能硬解8KAV1 它还有借口能输出真正的8K60帧AV1 总之这么一台有着最优秀各类齐全接口的小机器 甚至可以说是旗舰级别的配置 它还能放2块2.5寸的SSD 用来干点啥不是很好吗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